台北慈禧医院今天一早 在温暖的阳光下举行御佛典礼 24岁的病患廖品仪 去年因坠楼意外 在台北慈苑18科的跨团队治疗 已经复原出院 今天也前来由院长陪同御佛 看到大德很多人在病苦中 我们希望我们除了专业精进之外 能够慧命成长 不但用医术 也能够安抚他们的心 而今年的御佛典礼 不少院不同人带着家属与孩子一同前来 今天很开心 可以带着妈妈跟小朋友一起来 今天是母亲节 今天是我很开心的母亲节 因为两个小朋友陪伴我一起御佛 可以让他们体会说要报众生的恩 要报父母的恩 张恒家福院长每年御佛都出席 今年三姑刚好住院 特别陪着高龄九十八岁的他 一起御佛接受常驻师父的祝福 祝你平安 够胜 心里健康 如果筋好起来就筋得到来 尽力 御佛结束后 医院主管与金社师父亲自推着御佛车到各病房 一一送祝福给病患 在进水与接花的御佛典礼中 洗涤自己的内心 以平常心面对病苦 大爱信刘荣 庄国雄台北新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